放眼望去一整排汽车停在停车阁里面 乍看之下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这个临近内湖区五分菜市场的空地 原本是公车调度站 现在变成临时平面停车场 让里长不能接受 由于五分菜市场就设置在五分路上 经常影响交通进出 因此王里长希望争取将调度站这块痛地 改建成为室内菜市场 并且下挖三层作为停车场使用 希望还给里面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 连任四届的资深里长王海之因为忙于基层事物 在年前轻微中风行动跟说话变得不像过去敏捷 但为了里面他凡事还是亲力亲为 希望能够建设更美好的五分里 开播大台北数位新闻曹灯华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